各位讀者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啦 我是King Chen King哥 这次直播的议题要说明一下 2020年的日本櫻花机快要到啦 但是呢 肺炎的疫情还没有 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 所以大家应该 可能很多人的心情会跟我一样就是 我们还能不能去日本赏櫻花 因为现在已经发布了 二级 二级就是 已经开始有点警示 不是很适合 很适合去日本旅行 也就说回到 家里面的话要 自主的隔离 相信就是有些 已经有在上班的人 可能 公司会要求就是 你就不用来上班 你就在 有的公司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你乖乖的在家里面上班 乖乖的 在家里面 因为可能有的公司他可能可以 在家里面上班 那像有些 可能公司里面没有办法 让你在家里面上班就是 要请 你在家里乖乖的 自主 隔离 14天 没有办法上班 所以 一定会有这个部分的一些困扰 相信 有很多 比较规模 比较大的公司 大的公司 会有这样子 好没关系啦 那 或许 学生啊 或是 要去日本旅行 他们可能勇气 比较 可佳 所以他们可以去 那像King哥这种上班族的话 可能就是 会面临到就是 樱花季 可能 没有办法去 那在这个 旅游讲堂第107的单元里面的话 King哥会稍微 讲一下 目前 航空公司的一些状况 好 不多说啦 那我们现在开始 King Chen旅游讲堂107的单元 日本2020 樱花季旅行 大丈夫吗 与大家一起注意情报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King哥是 旅游规划打人 旅游规划 是 King哥的强项 日本自助旅游打人 旅游作家 King哥的作品稍微 简单讲一下 就今年出来的作品 第4版 开始在关系自助旅行 第4版的作品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 大家可能不会想要买书来参考 不过 下半年的话 其实是可以 未筹谋一下 做一下功课 好这本书在伯克来 伯克来 金石堂成品 乐天 PC home 24小时书店 各大书籍 及网络平台 都有卖的 都有贩售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 把握一下 下半年应该 疫情会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暑假 7-8月之后 因为以那个 H1N1 或是SARS SARS是最久的 像 可能有现在疫情的那个 周期时间 可能会 比较 呃 通常都是 热天 热天气之后 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次直播的内容 就会直接放在youtube 跟 优酷可能不会放了 就youtube上面 那部落格的内容的话 KING哥可能 稍微比较有空闲一点 会稍微 改版一下 我的部落格的版型 因为现在 版型 已经很多年 没有异动 没有更新了 所以 会花一点时间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自助旅行意义 自助旅行 学习的开始 规划自助事情 样样 自己来 自己来哟 要果断 要理性 要诚信 要谦虚 找对的方法 及找 适合自己的答案 对的方法 及适合自己的答案 相信就是成功的开始 要团结 要自信 要有 公德心 搭错车走错路 人人都有可能搭错车走错路 不要灰心 哈开心心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分享成功的旅游喜悦及宝贵经验 不批评不攻击 认真准备下一次旅行 这是Kin哥这20年自助旅行座右铭 给大家参考 那我来看一下 日本现在目前 因为Kin哥是 上上礼拜 分享了 可不可以去日本 或什么的 最近有一些 疫情发生在 飞机上面 有人从大阪回来中标 那可是他中标了 似乎没有听到其他人中标 OK没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日本中标的部分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 渐渐的 其实日本的防疫 还是稍微 其实日本人口很多 那以按那个比例来讲 其实是 还OK 但是 Kin哥不是什么防疫专家 但是至少在旅游的 在 在旅游 在旅游方面 来看待 日本 去旅行的那种 观点来看的话 北海道他已经到82 他似乎 82个人 似乎好像感觉很严重 但是现在我Kin哥知道就是 有一些像长龙航空啊 还有 华航啊他们 已经有一些 飞机啊是已经 是停飞了 没有去了 为什么Kin哥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 手上有一些小道消息 消息啊 就是3月初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 后面 Kin哥会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跟团的 因为我们自助旅行的 朋友也有一点息息相关 那我们跟团的人的话就是 假设跟团的话 通常旅行社会退给 通常我们 简单的讲 你要 旅行社退费给顾客 那就是要航空公司 退钱给旅行社 旅行社才会退钱给 顾客 这个逻辑大家要稍微 知道一下 那像 我知道的话就是有3月初要去北海道的朋友 他 就是刚好他是属于跟团的 自助旅行也是一样 那刚好就是航空公司 在出发前一两天宣布停飞 所以他就是可以 得到 那个航空公司的退票 免费的退费 Kin哥在后面会 在后面会讲一下 长龙航空为例子 上上礼拜是指 华航的例子 这次以长龙航空为例子 会讲一下说 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 会停飞 通常航空公司都会撑到最后一兵一卒 最后的时间才会 宣布他飞不飞 那消费者才会 可能才会 才会有获得就是 免费的退票 或是 免费的更改 更改你的日期 飞航日期 那像北海道是这样的状况 之前是 先台 宫崎线是没有案例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案 有一个案例 那东京都的话 以今天 来看的话 有50例 那我们看一下 大阪京都的部分 大阪京都其实我们 其实我也是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好奇啊 那因为大阪 京都的案例其实并不是 很多 可是 回来的中标 这个是 King哥是觉得比较好奇的地方 大阪15 15个案例 京都6个案例 这是 可能大概是 问题出在哪里 这有留给专家去研究 那像四国的 四国部分 上上礼拜是没有人中 但是 看起来 以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四国的 爱原县 一个 高知 7个 九州的福岡山 熊本五 大芬一 鹿鹅島是还没有 任何疫情 以这个目前来讲看起来 非 东北的航班 其实航空公司 现在还是 应该是 还是会飞了 KING哥知道是虎航是都还在飞 因为我看虎航他所能 因为刚才看一下虎航的官 官网是指说他的 那个飞机 可以退票是韩国 澳门 那个都是三级的部分 所以 要日本要等待到三级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包含 King哥也还是要等一等 因为 如果大家问 KING哥说 KING哥你现在还想要去 日本赏映画吗 那 KING哥也是考量到很多种因素 现在第1个就是 疫情 可能日本的 还没有完全控制 第2个就是 你本身 工作的部分 也要考量 对不对 如果说 你是学生 其实为了健康也是要考量一下 并不是 其实你有 你又说像KING哥 如果说2级 飞机还会飞吗 像刚才看了一下 就是 以鹿儿岛 或者是东北青森 仙台其实也还是可以飞啊 你刚刚刚才看了一下 会 比较 如果你 KING哥之前有讲过你相信航空公司 相信 航空公司 相信你的航班 飞机 相信你的飞机里面的 左右 哦 的 不认识的人 对 那他们没有 没有那个 觉得他们是健康安全的话 您就可以决定飞 以KING哥 认识的人还是真的有 不少人飞啦 还有 有认识的也有从大阪回来 可是他现在 啊 听说他是属于自足简易 就是 在 在路上 要量体温 哈哈 这是分享一下 但是 有时候就是看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旅客 因为我们现在是二级警示嘛 二级警示就是 民众到当地采取加强 防护措施 到当地 日本当地 自行 加强防护措施 这个定义是非常的 那就是 想尽办法自己带 带干洗手啦 带 那个 口罩啦 这个是必备一定要戴 然后国外的旅游定期划第7月 7月第15条 Kin哥这些钱有稍微介绍 所以不多说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退票 我先讲一下旅行社 自由行 Kin哥等一下再讲一下 旅行社的话就是你旅游退票 好像护照你 没有要代办 不会有 行政规费就只 只护照签证 那日本免签嘛 那如果你护照 没有要更新的话 那当然是 行政规费是不用 不用想说他有额外费用 然后必要费用就是 机票 机票 都会卡 很多人想要退票都是卡在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刚才Kin哥已经有举例了 通常到 要飞的前一两天 两三天 才会宣布停 飞 所以你在这之间 你去更改 期限的 都是要 手续 费 但是Kin哥要分享一个案例就是 向联合航空 Kin哥讲这些都是 有评有据的 向联合航空 好像你知道美国 飞日本 其实 已经有宣布 飞日本线 就是从日本 飞回到 美国 做联合航空飞回到美国 是要 隔离 14天的 所以 很多航班都 不飞了就取消 因为没有人要去 日本 所以 Kin哥这边听到就是 先前 我讲的就我亲妹妹 他要 跟 Kin哥在日本相聚 但是 他先 他先 改期了 可是 后来就是 美国宣布了 那个 一些政策之后 航空公司 因为他有手续费嘛 他手续费 改期好像是美金 一些 美金好像大概160块 在台币大概 乘以30 就大概 心算不太好 就是有四五千块 假设五千块手续费好了 后来政策一辞职之后 结果他的手续费的那笔支出的记录就 Cancer 所以就是 没有 取消的话 改期是免费的 Cancer 那如果说像我们现在长龙滑航的部分来讲 是要 等到 最后 才会 公布 没关系 King哥等下在 后面用官网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必要 费用就是 机票 订房 通常日本订房都比较容易退 只要在 三天前一周 一或七天前退 日本都会接受 饭店都会接受 退订的 所以这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本来都是机票 然后 旅行社的损失就是 上线团费5% 二级是这样子 一级的话可能就是几天要 要多少趴啦 那个King哥在 上上上礼拜就有讲过不多说 所以 所以团体客的人来讲的话他所遇到的就是 还是卡在机票 那自助旅行的呢也是卡在机票 机票也是一样 要等待 航空公司的公告 好那我们就来 再看更多的例子 因为我们看得到这么多的那个 说一定要在航空公司才 才会退票吗 来 出发前有选择性障碍 二级 还能去日本看櫻花吗 因为现在距离 日本櫻花季 因为每个地区櫻花季 不一样 那我King哥与举例 东京跟大阪 东京櫻花盛开的时候是在 3月底至4月初盛开 那大阪京都的话盛开 大概是在4月初 的时候 那距离现在大概还有20几天 20几天 变化还不知道会不会 发布三级呢 所以不知道 如果发布三级的话 大家就 就 自然就等航空公司的公告说OK 改期 免费改期 或是OK 免费 退票 好 刚刚也就举例为什么旅行社机票不能全退 金哥刚已经有解释过 那我们现在来花一点时间 看一下就是 现在目前 各大旅行社 不是各大航空公司 有时候讲太快了真的是 各大航空公司 因为 我们自助旅行最关心的就是 廉价航空 那我们就以虎航的部分来看 早期两三个礼拜前虎航他所公告的就是 就是 澳门 就是飞航 澳门香港 就是 澳门就是有退票的一些办法 后来渐渐的韩国发布三级之后 虎航这边也有 在那个 公告一下就是韩国 航班取消级退票作业办法 因为日本还没三级 所以 以廉价航空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 二级的时候要宣布不飞的几率是相对的低 因为 我KIN哥所知道的都是 飞 都是飞 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哀嚎 就是 他决定 飞 那像 有些人就是要用手续费去 改期 改期 不用想退费是改期 所以真的是有点蛮可惜 因为你买廉价航空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传统航空的话 至少机率机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宣布停飞 OK 团体 全额退费 自助旅行 也可以 有机会 因为他 公告 因为是自己航空公司的问题 航空公司自己 发布停飞 那当然就是 不是旅客要自行吸收 手续费的问题 刚刚KIN哥已经有举例向 美国已经对日本已经有 采取比较强力 所以他的 更改日期是免费的 甚至退票的也是 也是 趋于免费的 作业方式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日本还买三级 我们看一下韩国三级 虎航的部分 他这边有这边2月25 飞大秋的 冀州导达航班 仍然正常运行 26号飞幅3也是正常运行 但是 桃园往返冀州岛或是 桃园 如果说有 飞往冀州岛 桃园飞往大秋 或是飞往 那个首尔他 如果是有宣布取消的话 是 是 全数 如果是全数取消的话 是配合 可以 更改日免费更改日期 然后免手续费 好更改一次 一次 通常是更改啦 好像退票的部分来看一下 上面如果说 选择全額退票也是不 不不 就是不收任何的手续费 但是就是先决条件就是要 航空公司 宣告 停 飞 所以这个 我觉得读者要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传统航空 刚刚坚哥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长龙航空的部分 长龙航空也是一样 因为因为一些疫情的关系 这边有一些打语问 其实Kin哥这个就可以讲 他说我航班取消了 怎么更改行程 就是 如果你是透过旅行社的话就是有旅行社来帮你改行程 或是取消 机票 如果说你是自己跟航空 像Kin哥经常跟航空公司自己买 那你就是 到航空公司的客服中心 或者是说 你直接上internet到长龙官方网站 就可以执行 那个 更改 免费更改 函限 或者说你要去申请 那个 Tensor你的机票 退票手续 然后他这边讲说 因为疫情造成的航班取消延误 退票将不收任何手机费 然后可以透过 你跟旅行社买的话就找旅行社 如果说是自己买 像Kin哥讲的就是去官方网站 或者是 去他的 那个客服中心 办理就行了 这个就是 目前的 状况 以现在3月 今天是 3月7号 7号的状况 如果说您跟Kin哥有 一样的问题 是在 4月初 要飞 日本 的话 那可能就是 Kin哥在观察个一两个礼拜 看结果怎样 Kin哥有机会 再直播一些内容 让大家 知道一下 这样子会 你如果没有飞 答案是恭喜你 那如果说 你可以参考一下遇到这种状况 的处理方式 的话 你可以借由这次内容的说明 让你以后 希望人人都不要遇到这种事情 那如果遇到的话 就是 尽量 就是以用这种方式 等待 因为 像 人家航空 你要他放弃不飞 可能真的是 要稍微等一等 因为 传统航空他有团体课的 原因 所有团体课都不去 那当然就 如果 航空是愿意飞 可能他就有赔钱的 赔比较多钱 因为只要一飞 就有 亏损比较多的问题 如果说不飞他亏损 会比较少 如果说 以企业的 角度来看 是这样子 好的 这一次 我看一下 有没有针对 这一次 因为其实 这几天都是在讲疫情的一些 大家一起来看疫情 会比较 稍微客 用客观的角度来看 因为KING哥也是 要前往 日本的人 所以 也会跟着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状况 好的 应该我刚才说明的应该相当的清楚了 如果说 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其实很多像机票问题应该是问航空公司 或者是问旅行社 那像如果说是自助旅行是说 像KING哥我要不要去 櫻花 看櫻花 刚刚KING哥也很 也花了很多时间说明了 也考量因素很多啊 有些是你的 因为你是上班族公司的态度 或者是说 你可能对这个疫情不是很有信心 还有自己的态度 可能我不太想去 那你问KING哥的答案就是KING哥想改旗啊 如果可以让我免费改旗 我就 就非常感恩的 因为 KING哥大概知道我应该要改旗 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的话 那就可以一起 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不用怕 像 像 美国 勇敢说 这个不用害怕 或者是 有些国家他会觉得 这个不用害怕 如果说 你是属于这种 勇往直前冒险家的精神 那您就 就出发吧 如果说飞机 没有那个 没有 没有停飞的话 那您就选择出发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方式 好啦 那这次直播的说明就到这边了 那后面KING哥的Q&A 还是会花一点时间 说明一下2020年4月份 京都东京 赏樱花的 盛开的期间 这个 这个会 在Q&A上面说明 好啦那我这次 直播的内容就到这边了 很简短的说明了 跟大家说声再会了 下次我们再来继续看 后面的剧情怎么样演变 好啦 拜拜啦